原主女团SES真人巴打 今日在节目上再次失言 巴打出演超人回来了 她和四岁的女儿与名人厨师百中元的妻子 姻缘苏友真及她的女儿 四个人一起同桌吃饭 巴打看到女儿的用餐过程 叮咛她不要浪费盘子里的任何食物 还说到非洲的小孩都吃不到这些东西 而甜点时间女儿看到妈妈巴打 只吃纸杯蛋糕上面的草莓馅料 便质疑妈妈浪费食物 所以用同样的方式教育妈妈 同言同语说到 非洲的孩子吃不到蛋糕 他们只能吃土 这段话被网友们认为 是巴打平时讲给女儿听的话 让网友们批评巴打对非洲十分无知 而且充满了偏见 巴打上次自爆偶像时期有男生进宿舍 这次又陷入非洲孩子吃土 誓言风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